我们来去观看,请你们下载这个档案 这边,这边是不是有行环保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的范例下载 就是麻烦请到我的电脑教学网站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环保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这边是不是有范例下载 好,然后接下来,接下来请下载这个空气品质 空气品质监控日值下载下来 麻烦下载这一个档案 然后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 这个空气品质日监测日值 在这里 这里面有好多好多个档案 2009,2010,2011,2012 反正这全部都是以下载的资料 如果你解压缩 如果你解压缩出来,你就会看到这个 很多很多个档案,对不对 那这么多个档案,你不可能一个一个在那边做复制贴帐 复制贴帐 你如果说要做复制贴帐,你应该要复制多少次吗 而且这个日监测值 日监测值的资料其实还蛮多的 真的还蛮多的 好 我现在就要用 我重新打开 power bi 这个网页我都要先关掉 不然他一直跳出那个不正常的情形 好 这个power bi打开来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事呢 已经有炮 bi 帐簿了 然后关掉这画面 可以吗 来,请先把空气品质日监测值下载下来 我只要再带你们做一次 环保大数据分析 2018-1101 上面一点点 上面一点点 1101 11月1号那一个 一个把他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然后解压缩 打开power bi 麻烦请打开power bi了 重新开一个power bi 然后这边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然后你去从上面往下来去找一下 有没有找到资料夹没有吗 他放在其他里面 其他 其他然后点选档案 档案是不是就有资料夹了 好,来,麻烦 选到资料夹之后点连接 我们要用资料夹的方式打开 去找 点选这个浏览 请点这个浏览 我刚把资料放在本机的下载里面 这边有一个空气品质日间测值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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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要点这个合并并载入 这样的话4年的资料全部都放进去 48个档案 合并并载入 然后点选 点选这个确定就好了 确定 好 好 也许你会出现一些错误的情形 所以我想稍微解释一下 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点一下这个解释错误 你不用做 你只要看我做就好了 因为到进阶我们还要去学会修改错误值 好 至少我们在初阶我们可以先看一看为什么会有错误 我先把那个网路都先关掉 好 您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不是检视错误 那我们就去看看错误 好 为什么会有错误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您看一下 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一样开到最大化给你们观看 什么叫错误呢 如果说 如果说 这个都是错误嘛 可是那你可能会想说 好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一个叫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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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硫的这个测量值 应该是数值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对 化学仪器测量出来二氧化硫 好 那既然它是一个阿拉伯数字 好 那既然它是一个阿拉伯数字 那请问 请问 他这边如果万一没有测 例如说 丰元这一天没有测 可是别的单位有测 他在这个地方 你觉得他要放零还是空值 结果他什么都不放 他放一个费 是Dash Dash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可是Dash不是数字 对不对 因为这一栏里面全部都是数字 可是就是有几个是Dash 这样会导致 会导致什么情形 会导致电脑无法判断 这到底这个栏是数字还是文字 好 那还有一种可能 一气坏掉 他每天常规性都要检测 就算说 他今天这个测量测出来 因为机器故障 他又不能放那个故障的 那个测量出来的值 因为那是Outlier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 他就放了一个文字符号在这边 这都会影响我们大数据分析 所以暂时我们把这些值不处理 这样大概知道我现在所讲的意思吗 请你不用点那个检查 因为这样的话会 你等一下又会开另外一个视窗 好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这里面的资料 这里面的资料 有没有2019年的1月 2月 4月 5月 7月 有看到吗 是不是很多个月 2011年的2月 4月 2009年的1月 有没有看到不同年不同月的资料 全部都铺而在一起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吗 这都可以节省我们非常多的时间 因为你以前是不是在以色谣里面做复制贴帐 这也是用大数据分析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因为他一定要跟资料库结合在一起 可是因为我们之前我们以色谣来做资料的整理分析 我们会把它变成月报表给主管看 然后月报表再整理变成季报表或者是年报表给主管看 对不对 可是 那个时候我们都算是短期的去做资料分析 现在不是了 现在我们要分析都是分析很多年的资料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回归到原本的资料库的连结才会比较好 好 再来还有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我必须要请你们一定要很清楚 请问一下这个值 现在你看的一笔资料 你现在看到这一笔资料 那个序号204 新北市1月30号淡水观测站 测量出来二氧化流是0.8 请问一下这个数值是 是报表还是记录 这我应该怎么讲呢 就是说这个数值是整理过的还是最原始的 raw data 有听过 raw data 原始数据吗 那有没有听过 经由 raw data 整理之后变成什么 月报表 报表知道吗 长官看的一定都是报表 有哪一位长官在看 raw data的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你绝对不可能说 这边有一批原始资料 请长官自行过目 不可能 对不对 你是会经过整理 那个我们叫做什么 报告 好 那那个东西叫报告 所以我们 我们要在这边 请你一定要分清楚一件事 你拿到的是 raw data 还是报告 还是报表 OK 请问你现在看到这个资料 他是 raw data 还是报表 报表 他绝对是报表 我不相信一天只要测一次 他虽然单位是日 对不对 可是请问你 你觉得他测量值 他是测什么 是一小时来去测 还是一天测一次 一小时测一次 然后24次取平均值 放在这边 这就叫报表 可以了解吗 Raw data的好处是什么 Raw data的好处是什么 它可以直接连资料库 资料库一修改 我这边四句话 报表就跟着直接修改 对吧 可是报表有好处啊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Raw data 你要知道 假设今天 15万笔 我跟你讲 可能这台 Power BI 一个月的资料都不能处理了 你算一下 一个气体 一个观测 在那测很多很多项目 然后 一天24次 一个月 总要测多少东西出来 然后放在网路上 放在它的资料库里面 不可能 所以报表它的优点 就是说 我可以把很多很多数据整理好 变成日报表 或周报表 或者是月报表 这样子是不是节省我的记录内容 我后面那个运算都会快很多 可以了解 各有优缺点 但建议各位 最好拿到Raw data会比较好 数据分析 我们直接连Raw data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只管后面的数据分析 我不管那个 就是资料整理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 我泡BI不能处理 我就选择 花钱的Table 他就可以处理这些了 好 像同学问说 即时性 即时性 他其实只处理当下的资料 所以你前面的资料 全部都要用API的方式 全部直接汇进来 那个即时性才能展示 他的画图 请问他前面画不画 他前面已经固定不画了 他只画当下 当下 你一直汇入进来的资料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所以 处理Raw data 跟处理报表 是两种不同的事情 反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 询问 你有些事情 你还是必须要找专家 例如说我们两位 知道吗 因为 你真的这些东西 你要处理 你现在看一个月 一年 对吧 你有没有真的看过什么 好多年的资料 所以我建议你在刚开始的时候 你还是要先找一些 学术单位 或者是业界 来去做合作 然后我们来去 不能只停留 只看今年 这是不够的 大数据分析 就是要让你多看很多年的资料 你才能够真的建枝 那我们先关掉这个档案咯 我们现在要讲另外DIX了 而且真的 教你们一点那个资料处理 所以麻烦请去重新下载 我们下载第二组的资料 因为第二组分析登格热的资料 我觉得有必要让各位知道一下 到底内政部在释放的开放资料 人口统计的开放资料 跟胃腹部释放出来的那个 就是疾病资料 到底这边出现了什么 导致我们不能做好大数据分析 好麻烦请各位 刚刚那个档案就先关掉咯 请各位先到这个 Chrome 然后请到我的网站 这样你们可以了解 千万不要再用什么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如果你重复的事情做三次 请记得赶快写信问老师 有没有比较简单快速的做法 刚刚48个档案 我跟你讲我做到第五个档案 我就开始怀疑 我第一个到底有没有做错